不管他要什麼招數,我先拉血再說 啊,完蛋 好的,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好久不見啦 那麼,今天來挑戰個幻境試煉好啦 那這次的幻境試煉,呃 說難不難,說簡單不簡單啊 那咱們開始吧 啊,參謀呢 好難抉擇啊 到底誰好呢 我發現我的角色池真的很淺呢 真的很淺耶,我的角色池 該派誰用參謀我真的想不到耶 男爵者,男爵者 他的聲音,每一次聽我都覺得很屌 好啦,那我想最後用西奧多好了 多少關鍵時候減傷一下 OK,出發 第一關,兩豬忍者 阿 那麼呢,今天的幻境試煉 他的特色就是 你如果有受傷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對他造成傷害 所以我們基本上呢 一定要選擇一隻坦克 有嘲諷的坦克 讓坦克去吸傷害 盡量不要讓那個 對方打到你的輸出 不然你的輸出要補滿血 你的輸出要把血拉滿 你才有辦法 對敵方造成傷害 好,只要我鱷魚扛住傷害 我的暗躍就可以一直做輸出啦 打手受到傷害 要把血補回來是很麻煩的喔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忍者 會有 施放毒素 每一回合都會扣血 所以血要拉滿很難 他要拉滿才可以造成輸出 然後他們有兩個回合攻擊一次 所以是非常非常吃緊 好,再來 三隻狼 好,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我的鱷魚受傷了 完全沒辦法對他們造成傷害 好,差不多可以舒服了 穩穩來,穩扎穩打 找到機會 一到一隻 可能有些人到這裡會開始好奇一個問題 欸?辣椒 好,你之前不是都帶奧斯塔嗎? 今天為什麼帶這隻五娘 那麼,其實這一關的花招很多啊 他所設定的條件呢 不只是前面一開始各位所看到的 有受傷就不能造成攻擊 好,後面呢 還要有護盾 你要有護盾 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那奧斯塔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施加護盾的 那我們就沒辦法對後面的關卡施加傷害 可是五娘的缺點呢 啊,就是 他的補量真的太少了 我鱷魚的血真的非常多啊 他一次補300 然後有強化 補700 好像有點不夠 所以我 會顯得非常吃力 那麼在這一關要進入下一關之前呢 那我要好好的把血羊拉回來 他有發現 這些怪是不是特別準啊 我的靈巧一直放呢 他怎麼打都打得到我 好扯喔 好不好 在進入下一關之前 我們盡量把鱷魚拉回來 不然沒辦法打 這狼的命中好高喔 剛剛靈巧連續被他打兩次還三次 太扯了吧 好,該送走他了 已經能救得住了 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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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的就是這一關 好,這一關的敵人呢 不是說你滿血才可以造成他 對他造成輸出 不是 這一關呢 要有護盾 要有護盾才有辦法造成輸出 所以一樣,讓鱷魚接收到傷害就好了 好,受傷了也沒關係 有護盾 有護盾就可以造成輸出 不一定要滿血 他從第三關開始是這樣子 好吧,先幹掉一隻吧 好吧,先幹掉一隻吧 我把他們的 減輕鱷魚的壓力 不然鱷魚到頭血又被壓到了 哇,好痛喔 被A到就這樣 閃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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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在想要怎麼替下一關做準備 要用好的狀態進入下一關 我覺得這一點 這個觀念跟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破這種關卡呢 你知道後面他還剩幾關 你要進入下一關之前 你如果不知道下一關的花招是什麼 那其實你要把自己的狀態調到最好 你的魂心擺到最好 好,好贏接下一關 你要把你的狀態跟魂心拉到最好 不然你可能會陷入苦戰 這隻果凍是什麼樣 這隻果凍感覺不好惹 哦哦哦哦 不要吸的不要不要的 好,看來這隻是 普攻吸血型 好,那我已經掌握到他的輸出了 一樣 會放毒欸他 會放毒其實對鱷魚蠻麻煩的 因為鱷魚的血量高 那他獨自以比例去扣的 所以扣的很多啊 再加上我這一次帶的補師 沒有奧斯塔會補 只能慢慢拉 好,miss欸 好,即便miss還有中毒 麻煩 所以我這關是很難把鱷魚的血量拉好 好,我這靈巧 怎麼沒有閃過啊 好痛苦啊 閃避啊 閃得好啊 拉血拉血 好難拉哦 一直有DOT在我身上 一直有DOT在我身上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完蛋 讓我怎麼打下一關 讓我怎麼打下一關 這隻 這是一隻巨大的 蝸牛 長得像大象的蝸牛 不管他要什麼招數 我先拉血再說 完蛋 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一種怪物是最麻煩的 一次打三隻 輸出又是那種 那麼高的 最麻煩 這完全不能跟他打持久戰 你們知道嗎 這完全沒辦法跟他打持久戰 當護盾太厚了,完蛋 感覺他下一次出手我要爆了 好 完蛋 剩下暗月 不 哇,真的是大魔王耶 完蛋,我完全打不贏他 好,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一次的通關挑戰 徹底宣告失敗 我才拿了326幾分 希望各位勇者可以順利通關 不要像我一樣 掰在最後一關 太強了吧 太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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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強了